关心马来西亚航空的最新进展 现在失踪已经进入到了第四天 不过迟迟没有出现突破性的发展 不过有一架客机 10号经过越南海域的时候 疑似看见了大型碎片 也让它成为了最新线索 而冒用护照登机的两名旅客 究竟有没有涉及恐怖攻击 目前美国都在持续的调查当中 不过目前最新消息得知的是 而当中的两个人并非是亚裔人士 而是飞翼连孔 国际间持续大范围海空联合搜索 失踪的马航客机 但先前传出的可疑游字 化验确定并非客机燃油 而是船只所用的 疑似救生罚的漂流物 只是电缆滚筒 疑似机舱们的物品也没有打捞到 不过又传出一架国泰航空客机 10号经过越南南部的时候 在海中看到大型碎片随即通报 但还需要派船到现场了解情况 因为天色已经昏暗 最快今天稍后才会有结果 在另一方面 马国官方澄清了 冒用意大利和奥地利人士 失窃护照当机的两名男子 都并非亚裔面孔 而经过调查又发现 两人都是由伊朗人 透过泰国旅行社购买机票 让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最新传出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收到两人指纹 正透过资料库确认是否为恐怖分子 在有239人的波音777客机 究竟是机舰故障空中解体 到底有没有遭到恐怖攻击 种种疑问都需要找到机身的具体证据之后 才能知道答案